太平洋搜狗成都店目前持续遭陆方合伙人霸占中 针对案件无法适用投保协议 陆委会今天表示 会请大陆的涉台部门沟通协调 不过受害台商高维邦以亲身尽力表示 中共从来没有诚意解决受害台商案例 协议反而会沦为中共宣传 太平洋搜狗成都店遭陆契保安持续霸占中 却无法适用两岸投保协议 陆委会表示 关泰白集团的案件 我想政府相关的部门非常的重视 陆方国台办的一个协调 就是请他们要来协助 排除这些不法的一个情势 搜狗案沦为私下调解 受害台商高维邦说 这都是中共表面手段 其实保障法律都有 只是不执行 一两岸子都不解决 你谈这些东西都是空的 如果政府真的把它列为重商局 中国才会重视嘛 现在中共根本不重视嘛 你签这两岸投保协议 刚好是替我做宣传 对不对 以前他定这些 台湾投保保护法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在宣传嘛 并不是在保护嘛 高维邦强调 中共的公检法司与媒体 都是坑害台商的共犯结构 台湾根本无法期待对方解决 日前搜狗董事长黄清文 亲自飞成都 与当地政府办公室见面 但陆系封店的保安 何时才撤下 对方仍然没有正面回应 新唐人亚特电视 卢仁强成真 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